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三国演义是明书 咱们也用不着流口 长沙太守孙间就因为这传国的玉玺 后来就死在了县山 多大 三十七岁 而他的儿子小霸王孙策孙伯府拿着传国的玉玺 找淮南太守原树原公路借了三千兵 我把玉玺给你 你不是想当皇上吗 你给我三千人马 带着三千人马跟着周鱼周公锦 两个人加在一起才四十二岁 每个人都二十一岁 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周的事业 您说是不是儿子比爹强多了 说人的思想 人的欲望 没有止境的 人要能够控制自己是了不得的 孙间拿着传国的一起真动心了 想回江东 以图大事将来能当皇上 那袁绍得着报告了 袁绍能干吗 袁绍也想当皇上 你得了什么病啊 你得了传国玉玺的病 你说什么呀 没听懂啊 没听懂 昨天井中打捞那女尸 脖子上带着什么 不是在你那儿呢吗 没有啊 没有 你有了传国玉玺就应该交给本盟主 如果你隐匿不交 你就是叛反国家大逆 你说这帽子扣得也够大点的吗 你也不是皇上啊 是吧 孙间把脸往下一沉 没有 我敢发誓 你敢发誓吗 我敢发誓 如果我隐匿国宝不交 让我死在刀剑之下 这人不能发毒誓 好啊 大家伙这么一看 也不知道是人家 也不知道是假的 全都劝得了盟主 可能他也没见着 您可能道听途说 谁道听途说呀 来啊 把这乡亲叫出来了 先方大人认识此人吗 啊 好 孙间一看 昨天他正在我身旁了 算保健包 摁崩荒 擦了喽保健出家 广国一扑 慢着 袁绍就给挡了 看起来 你隐秘国宝是真的 你敢污蔑赢我 谁污蔑你啊 袁绍原本初 身背后两员大将 一个是名将炎梁 一个是名将温丑 两个人把保健就亮出来 剑拔赌张 这边孙间孙元台后边 城府寒当黄盖 差一把保健亮出来了 大家伙一看不是事 得了得了得了 温台啊 你没有就没有 盟主他没有 你也甭逼他 来来来 你回你的营 您呢 该坐下坐下 就把这事劝开了 孙间回到自己大营 立刻传下命令 拔营起来 撤兵就走了 袁绍得保 袁绍欺坏了 来看纸笔伺候 首先人拿过纸笔摩页 文方自保 袁绍原本初提起笔了 给荆州木刘表 写了一封信 我告诉你 孙间孙文台带着 传国的玉玺走了 经过你荆州地面 你把他截住 把玉玺给我拿下来 咱们说不说废话 长沙太索 孙间人马都到了荆州了 你看多快 比坐洞车还快 到了荆州地面了 刷炮车 一小人马 裂开阵势 当中间两员刘表 手下大将 一个是蔡妹 就刚才我说的 应当独帽 应当独妹 就那蔡妹 一个是大将快梁 人马把阵势裂开了 快梁用手一指 前面是孙文台嘛 孙间也把阵势裂开了 快一道 你再次裂开兵将何意 都盟主袁绍原本初 已然来了书信 说你立藏国宝 传过一写 得了 交出来吧 交出来放你走 如若不然 你是过不去的 好啊 你敢污蔑我孙文台吗 我没有国宝 你敢起事吗 我敢起事 我要立藏国宝 死在刀剑之下 你赶紧交出来吧 盟主已然信到了 荆州大人之手 三国演义这书不好说 您得记住好多人名 这荆州部刘表突然间出现了 咱们十八镇诸侯 陶总卓 就没有荆州部刘表 刘景生 荆州新处大地 现在武汉这一带 都属于原来刘表管辖的地盘 那么荆州部刘表 十八镇诸侯你没来 袁绍给你信让你截杀 你就为这玉玺你来了吗 所以说刘表刘景生 真把玉玺拿过来 他也不会给袁绍 这人都昏着心的 都想当皇上 是吧 那么荆州部刘表 还有皇叔刘北刘玄德 西川的刘章刘基玉 这些人都是汉史宗亲吗 都说是汉史宗亲 您要按史书上查 荆州部刘表刘景生 他不是真正的汉史宗亲 他什么时候到了荆州呢 董卓掌权的时候 董卓派刘表到荆州地面 刘表胆子也高大的 刘表带着二十几个从人 到了荆州 荆州当时权力在谁手里 都在这些豪强手里 您要往后听 说荆州部刘表 剧内怕蔡夫人 蔡夫人的兄弟 就是大江蔡妹 为什么怕 因为荆州母刘表 到了荆州之后 荆州的豪强太多 他利用快梁 给大的豪强 利用蔡妹 给大的豪强家族 把其他五十五家豪强 全杀了 一阵荆州地面 所以他得依靠蔡妹 得依靠快梁 刘表刘景生 劫 长沙太守孙坚 他的目的也不是纯正的 人把把镇身裂开了 跟孙坚要 孙坚不承认 孙坚气往上撞 杀 手下大将黄盖 黄公府 望前一吹马 掌中一条大铁边 对 何人跟我 站前一站 大将蔡妹 吹坐下马 掌中刀 直接就奔着黄盖来了 老将黄盖 黄公府 您听火烧战纯 吃别熬兵 就都知道黄盖 火烧战船 立了齐功一件 苦柔记打黄盖吗 那么大岁岁 趴在地上 挨这武士急诈 就为了东吴的天下 他催马举着边 就过来了 您说大枪是直的 画杆方天底是直的 这边月牙子 那边月牙子 刀 举起刀来 这刀杆是直的 这边可不是 这边是软的 一个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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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边非常不好使 打起来 插着一下 立起来就是棍 一抖就是枪 啪一甩就是软 手腕一软 下来就是边 所以这个兵刃不好使 也不好打 两个人碰了面了 菜妹楼头盖顶就一刀 拿边啪 望出这么一扫一颗 赶紧撤这刀 搬刀头线刀算 拿这铁链的望出 这么一挂 菜妹赶紧撤刀 俩人二马一撮凳 鞭子横着一刀 打 菜妹赶紧拿刀磕出去 俩人圈回马来再战 这叫一个回合 菜妹 也是马上大将 荆州的大将 这口刀也不弱呀 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 黄盖越想越生气 就要把这气呢 撒到菜妹手里 你管什么闲事 吸收得马上迎她 打着打着 吸甩一边 拨马就跑 菜妹吸收得跑什么 哪里走追 吹马就追 大将在江场上打仗 不能老回头看 眼睛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拿耳朵听 就知道敌人战将 离自己多远了 我这兵人应该怎么使 就听着菜妹这匹马 不凉凉凉凉 马蹄的声音 就知道他自己 离自己多远 这刀使出来 离自己多近了 估计这尺寸差不多了 老将黄盖把这边 在地上这么一拖 拖着这边走 那菜妹酒精大敌 菜妹看出来了 使边 给我使拖边 好啊 那就看你赢 看我赢了 离这尺寸差不多了 就瞧黄盖 把这边忘记这么一拖 这么一甩 这尺寸的正合是 啪 说书吃真事 快拿起这边 啪 忘国一甩 千斤之力 就整扫到菜妹的脑袋上 那菜妹知道了 菜妹人在马上这么一躺 人在吉宁背 贴在马子 吉宁背上 这公共叫贴板桥 得从这边底下过去 老将黄盖知道不知道 知道 这边趴这么一甩 知道你要躲了 然后横着往回这么一盖 啪 往下一砸 菜妹没躲力了 打在户心宝镜上 把户心宝镜给打碎了 呀 快梁忘国一拥 带着兵将就把菜妹救下来 长沙太守孙建在马上一晃身行 好啊 黄将军打得好 菜妹的残兵败将往下跑 孙建孙元台指挥人马往下追 绕过山去 前边跑成一响 打 两万大兵把阵势裂开 当中见大棋之下 京中部刘表刘景生 头戴乌纱帽 身穿蓝袍 腰横玉带 足灯关靴 稳坐在关座马上 孙建吩咐一声 我兵止住裂阵 江东的人马 止住裂开阵势 压了压寒气 身兼用手一指 刘景生 你为何再次赢我 咱们俩可是邻居 孙文台说得很客气 你在荆州 我在荆东 咱们是邻居 你为什么在这拦我呀 盟主来了信 说你立藏国宝 得了 把国宝交出来 放你走啊 你哪知国宝在我手里 盟主来信说的 交出国宝 放你回归江东 如果不交国宝 那你就离不开 我京主之地 我没有国宝 没国宝好办哪 没国宝 让我的兵将 搜一搜你的随军行礼 刘表说话不好听了 我要搜搜你 带着随军的这些行礼 那孙建还没干 孙建他不干哪 好你个刘表 刘景生 你竟敢做出 这样无理之事 杀 指挥重担将 忘钱那么一杀 刘表 刘景生 人马又多 再说长沙太守 孙建远落而来 一路牢伐 这一打了交手仗了 孙建可就吃亏了 手下几元大将 在乱军之中 把孙建孙文台叫出来 带着残军害将 回归江东 刘表也没得着这 传过遇险 两家可就结了仇了 把孙建交代清楚了 咱们再回来说 曹曹曹蒙德 曹蒙德生气一万多人 追赶董卓 现在还剩五百多了 回到河内 一看这些诸侯 杂尔大营的 袁守得报了 曹子回来了 然后把所有诸侯 都请到中军大帐 中诸侯在帐前迎接曹曹 曹曹帐带着手下战将 来到帐前甩登离岸下 孟主 哎呀 孟德你回来了 辛苦辛苦 曹曹二话没说 请 来到中军大帐之内 摆上酒宴 给曹曹接风 曹曹参了一口气 端起酒来一饮而干 孟主啊 想我曹某 当初在陈流 挑起一旗 没想到 你们各怀私心呢 到现在追赶董卓 我一人前去 如果我们全去的话 董卓必败无疑 你们让我曹操好伤心 哎呀 孟德呀 咱们追之无意 我们依然很疲惫了 就是捉着董卓把他杀了 又怎么样了 再说咱们也没有 那么大的兵力 谁打得过吕布 你一句我一句 曹操气坏了 曹操把酒杯忘着一放 站起来了 数字不能与天下共治 跟你们这些小子 没法商量天下大事 曹操一转身心走了 立刻拔影起带 带着自己的兵将 回归自己的老家 公孙站的没看 咱们也走吧 把刘关张弟兄请来 咱们也走吧 你还当你的平原宪令 我回去养兵去 这样公孙站拔影起带 带着刘关张弟兄回去 刘备刘玄德 仍然回到平原县 做他的县令 关心城是马攻守 张飞是普攻守 那么东军太守乔妹呢 没想到让人给杀死了 因为眼周刺事 刘代跟他借粮食 他不借 刘代一生气把他杀了 去了一个任朱侯 他守的那些兵将 就都归了刘代了 这些兵将 如同散沙 一队一队 全都开走了 咱们单说曹操 就回到自己的老家 那么十八镇 诸侯散了 咱们也得有个交代 说到关渡之战的时候 曹操以七万人马 破了袁绍七十万人马 袁绍原本出的势力 要比曹操大胜十倍以上 那么袁绍哪去了 袁绍是渤海太守 带着自己手下人 回去奔渤海 没想到刚走了 没有几天没粮食 走到哪了呢 走到冀州 冀州是个丰树之地 粮草都丰富 粮食也大得也好 人民密集 手下谋是旁计给出主意 咱们找冀州四十韩父 借这粮食 好啊 袁绍认为一借能借的 因为冀州四十韩父 是原来他们 袁绍他们家的门生 袁绍他们家四十三公 借着袁绍他们家 往上爬的多了 冀州四十韩父 原来也扒起来 袁绍门上去的 找韩父借粮 这旁计一乐 说您光借粮 您就不想想夺冀州吗 怎么夺呀 我给您出一主意 您给北平太守 公孙瓒写封信 您让公孙瓒打冀州 韩父一着急 韩父打不了 就请您帮忙 您去了把韩父弄走 您不是就是冀州目了吗 袁绍一想 这主意不错呀 袁绍就给公孙瓒写了封书信 你带着兵打 打完了之后分你一半 那公孙瓒马上调兵 这一调兵还没打呢 韩父就急了 韩父着急了怕打不了 来求袁绍 袁绍带着兵去了 把韩父轰走了 记住归他了 等北平太守公孙瓒写 让他的兄弟找袁绍要的一半了 你还没出兵呢 你这嚷嚷嚷嚷嚷这不能给 两家劫还冤仇了 这样一队一队各自为政 曹绍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回到老家之后 曹绍就想 十八镇诸侯 我发矫照 请来之后 为了灭奸臣赌卓 在安汉世天下 没想到十八镇诸侯 形同散杀 现在赌卓千都 在长安城胡作非为 我应该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 朝廷传下旨意 让曹绍带兵 到山东去剿灭黄金 那么朝廷发生什么变化了 董卓迁都到了长安之后 每天是吃喝玩乐 汉世忠臣司徒亡员 看在眼里 想灭董卓 想出一条计策 把自己府中的歌迹貂蝉 明许吕布 暗许董卓 利用美人计 使董卓 吕布 互相厮杀 后来吕布 吕凤仙 用画杆方天级 把董卓辞死了 董卓死了之后 董卓手下的四元战将 李决 郭四 张继 凡仇 请求归降 司徒王允做了一件措施 不准 非杀不可 没事四个人送命啊 这四人说咱们跑不要杀咱们 谋事贾许贾文和出主意 你们跑什么呀 你们跑了 你往那儿去 他往那儿去 他往那儿去 有一厅长就把你们逮住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你们四个人结合一起打长安呢 你说这主意多坏 出主意的是谁 谋事贾许贾文和 贾许贾文和 从哪儿开始保董卓 后来保了李决 郭四 张继 凡仇 最后保了晚成的张秀 归降了曹兔之后 一直活到七八十岁才死 他这一辈子出主意 没失败过 刚才我说了 说在三国年间 在汉朝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 这些人是有了立场 我是曹兔谋事 我为曹兔出主意 我为孙权出主意 我是孙权的谋事 那么在这以前呢 咱们都看过电视剧 你看苏杰 哪国都去 六国封讲 张一也是这国的 溜达完了 那国家溜达 你出主意 国君爱听 你就是这国的谋士 那时候人 他的立场并不那么鲜明 所以贾许贾文和 一出这主意 李决 郭四 张继 凡仇 范朝 范长安 这下天下更乱了 朝中没办法了 太普朱俊 来捡李决 说我给您找一人吧 您赶紧请当今万岁传旨 命山东的曹曹曹孟德 赶紧到山东去剿灭黄金 这样朝中指一下了 所以您听三国也也都说 曹曹占天时 孙权占地利 刘备占仁和 都知道曹曹占天时 保着汉贤帝 刘邪伯和 前途到河南许昌 邪天子领中侯 皇上在我这呢 皇上你得听我的 我说话就是皇上说话 其实曹曹占了两个天时 头一个天时 就是灭黄金 第二个天时 才是保着当今万岁 千都 尤打 长安 千都许昌 他才能控制皇上 这头一个运走的 就是曹曹占的 头一个天时 跟着纪北乡报信 奉朝廷的旨意 到山东剿灭黄金 没想到刚一打仗 纪北乡报信死了 他死在战中了 纪北乡报信 所有的 刀枪器皿 锣骨帐 战将 谋士 这些金装器皿 全都归了曹曹 当兵也归了他了 曹曹队伍就扩大了 而且呢 曹曹灭了山东的黄金 把黄金军灭了之后 把岁数大的都分散出去 让他们去种地 曹曹实行屯田制 把这年轻的力状集中起来 成立了青州兵 一共三十万 所以曹曹在这些诸侯当中 曹曹的势力又强大起来了 这是曹曹站的头一个天使 说一个人要成事 天使地理人和不可 天使 那不是随意想要就要的 天使到了 你得有准备 那曹曹也有这本事 曹曹跟着纪北乡报信到山东 一平灭山东 得了三十万青州军 然后坐在眼州 山东归他了 曹曹马上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这时候曹曹的名气也出现了 曹曹的队伍也扩大了 头一个来投曹曹的谋士 寻谕寻温柔 大谋士寻谕 寻谕这人 一直帮着曹曹料理 整顿中国的北方 立下头一个寒马功劳 带着他的侄子寻忧寻功达 来投曹曹 其实呢 这爷儿俩岁数差不了多少 但是就是输职关系 而且寻谕寻温柔 给曹曹与举荐了好几个谋士 他来了 他侄子来了 寻谕寻佑 给举荐谋士成谕 打谋士成谕 然后举荐 然后举荐国家 曹曹最喜欢的 就是年轻的谋士 郭家郭冯晓 寻谕虞优成谕国家 然后刘业蛮宠 谋借履钱 得了这么多谋士 曹曹得了大将 于俊于温泽 跨下马掌中枪 跟着德立元 勇将大将殿尾 曹曹称他为 古之恶来 是个勇士 曹曹坐镇山东 文有谋臣战友武将 曹曹可了不得了 曹曹一想 自己成事了 父亲当初 因为自己刺杀 董卓搬到陈流 后来隐居在狼牙 现在自己有了势力了 应该把父亲接来 让父亲想想福 所以就给父亲 写了封书信 让泰山太守应哨 得了应太守 你辛苦一掌 带着手下人 到狼牙把我全家接来 让老爷子到这儿 想想福 泰山太守呢 拿着那封书信 带着从人四十多个人 购奔狼牙 面见曹所的父亲曹松 咱们说过 曹松的父亲曹腾 是个太监 曹松是抱的 现在告老还乡在家呢 等泰山太守应哨 见着曹松了 把这封书信交上了 曹松一看很高兴 就跟兄弟曹德 也就是曹所的书 商量商量 全家四十多口 把所有财物都撞到车辆之上 曹松他们家有钱呢 当初曹腾在宫中 伺候几个皇上 三十多年 没犯过错 儿子曹松 也就是曹松的父亲 当过大私农 当过大红炉 也就等于国家的财政部长 外交部长 后来花了一万 三宫啊 曹松他们家有的是钱 虽然支援曹松兴义兵了 但是家中 这点零碎 能不能吧 也不少啊 所有的财产 装到车辆之上 得有一百多辆车 曹德呢 跟着哥哥曹松 带着全家老少 有点狼牙起身 一直就构奔山东眼中 没想到经过徐州 徐州太守 他本来是好意 把他们接到徐州 然后派大将张凯 把曹松全家 护送到山东眼中 这下可出了事了 张凯建财起义 杀了曹松全家 才引出曹松学习徐州 陶欠三让徐州 谢谢众位 咱们是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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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